汽车防盗警报狂想夹杂警察的嘶吼和电击枪的射击声 汇吾武士刀的黄英男子应声倒地 消失在监视器镜头外 一名勇敢的女警率先上前 其他远警跟着一拥而上 致服凶狠的杀人嫌犯 伦敦时间30号早上7点多 一名男子手持武士刀 随机在街头见人就砍 还不断对路人大喊 你相信上帝吗 一名13岁少年首当其冲 当场被砍伤送医不治 嫌犯随即跑过好几个街区和警察 玩起猫捉老鼠 攀越民宅屋顶跨越栅栏 沿途又砍伤两名路人 以及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两名远警 事件造成一死四伤 印骨国王查尔斯 已经向被害男童家属致议 对暴力事件感到心痛 首相苏大科也称许迅速制服 歹徒的远警 目前警方排除这是恐攻事件 但男子行凶动机还有待理情 三地新闻谢灵居报导